我搬的时候哪一次啊 搬砖呢 这就是搬砖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兵令城下 早上啊 在山庄忙活一致啊 那么我和燕士姐 就来到了我们求菜叶的地方 因为山庄的菜叶啊 也就是鸡子料又断货了 看看人家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 谢谢啊 这品质多好 不但有菜叶啊 还有大白菜 就是满载而归啊 又买了一箱土豆 留在山上啊 我没人吃 土豆丝你能拔弄吗 没事 哎呦天 很疯 您们啊 您们看见我俩回来着急了 你看看 哎呀都给雷尼嫂子上来去了 哎呀哎呀好好好 第二先生哭了 一会儿我抱你啊 哎老冬保护 这九哥呀 这九哥呀和老姨父啊 干活也是真有效率啊 看看 现在呀是下午的三点钟 那么我们这个小院啊 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点五 预计啊按这个速度 速度啊 明天呢 这条这个小院啊 就会竣工 那么一会儿啊 兵哥还得去 我们纳江海周边的游艇俱乐部转一圈 因为他呀 那里租了我们一辆营地小拓卦 晚一会儿呢 平哥得把车呀 给他们送到位 我们这辆营地房车啊 就停在纳江海的海边 旁边呢 就有一个大的锋利发电 那么这个位置呢 也是以往兵哥经常停车的地方 现在啊 也是让相关的部门啊 把这一个沿海线给收购了 那么以后啊 再想上这儿 驳车路营的话 也是需要一定的费用的 所以说啊 他这里的相关工作人员呢 在宾哥这里啊 乘出了一辆营地房车 作为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 12点15分 忙碌了一天呢 也是终于要结束 那么这两个桌一熟识 我们也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今天呢 宾哥是一直在外面忙 也没有时间回到山庄 多待一会儿 那么一会儿呢 把桌熟识完 我和燕姐啊 也就是可以下班回去休息了 今天呢 真的有点小累 我和燕姐 要是姐收拾楼上 宾哥把楼下这桌给撤一屁 把这些串撸下来 小果果明天又有串吃 还有几个饺子 是 是 确实情人依赖的 顶两柱 平凡生活并不是人数 走吧走吧 一天多了 我那眼睛都关开 温温荡荡走好每一步 等每一天走过的有温度 我只想做一个素人 很长一段时间呢 没有拍这么晚上回来 小黄迎接我们的视频了 让人看看啊 小黄能不能露出来 什么无言我只想做一个素人 不冷不标不苦做深沉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何不摘下面就在哪儿呢 在这儿呢 我以为你睡着吧你好吗 你俩没睡的话 哎呀好了好了 睡吧睡吧睡吧 亲爱的家人们 今天我和燕姐啊 依然是住在重卡房车上 那么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更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